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国民警卫队士兵在必要时制服骚乱和非法集会 现在已经有6人在抗议活动中被捕 紧急状态将持续到2月9日 上周末在亚特兰大一个公共安全培训设施的建筑基地 警方执行清场期间开枪打死了26岁的活动人士特兰 令抗议活动升级 乔治亚州调查经表示 特兰在被枪杀前开枪打中了一名州警 据报道 随着和平示威活动演变成暴力示威 一些示威者开始向建筑物投掷砖块并点燃警车 亚特兰大市长迪更斯表示 一些人携带了爆炸物 抗议者则质疑执法部门对特兰死亡事件的隐瞒 要求对此进行独立调查 抗议活动团体名为停止警察支撑 该团体几个月以来一直在抗议警方的培训中心 该培训中心于2021年获得亚特兰大市议会的批准 据亚特兰大警察基金会网站称 该中心将重新构想执法培训 在国会山暴乱发生两周年之后 Meta周三宣布 未来几周将恢复前总统川普的脸书和Instagram账号权限 同时强调若川普继续发布违规的内容将再度封号 Meta表示 对川普封号的决定是因为担心他构成对公共安全的严重威胁 现在这一风险已经充分消退 足以让他返回平台 并且他的账号将在未来几周之内得到恢复 Meta表示 川普在美国政治中扮演了一个显著的角色 让公众听到他所说的话是很重要的 但鉴于他过往的言论 他在这些平台上的行为将受到监控 如果川普发布更多违规的内容 这些内容将被删除 他将被封号一个月到两年 尽管川普在去年推出了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 真相社交 但是影响力有限 川普目前在真相社交拥有484万粉丝 远少于推特的8770万 脸书3400万 和Instagram的2340万 美联社分析称 在川普的竞选活动中 会选择脸书的根本原因是钱 在利用脸书数字广告工具上 川普2016年的竞选活动 堪称开拓者 他在2016年和2020年的竞选活动中 花费了数百万美元用于广告 而这些广告对他的小额筹款活动 至关重要 近日 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西部和北部暴雨成灾 当地时间27日 奥克兰因严重洪灾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在奥克兰西部 暴雨引发的洪水只是不退 民众需要涉水而行 消防人员协助受洪水围困的民众转移到安全地方 在地洼地区 一间超市被严重淹没 员工要坐在工作梯上暂闭 奥克兰在15个小时之内 降雨量超过160毫米 相当于当地夏天正常降雨量的80% 多条马路出现大范围淹水 车辆无法通过 有正在行驶的公交车经过水浸路段 大量洪水涌入到车内 奥克兰机场客运大楼内外都出现了淹水 所有内陆和国际航班会取消到周六中午 水浸又造成部分地区房屋电力一度中断 因应恶劣天际造成的破坏 奥克兰市长布朗宣布 全市进入紧急状态一周 当地气象部门除了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暴雨警报 还有严重雷暴及强风预警 预料情况会进一步恶化 呼吁在容易发生水浸地区的民众准备撤离 其他人则尽量留在家中 财政部长耶伦1月26日 在南非的福特工厂发表讲话称 美国决心扩大与可以信赖的国家的贸易关系 在这当中包括南非 路透社报道 耶伦为期两周的非洲之行进入第三站 他在福特位于普勒托利亚郊区的工厂发表谈话 耶伦表示这间工厂是美国与非洲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典范 不但创造良好就业机会 更促进双方经济成长 福特是美国在南非的主要投资者 目前正斥资10亿美元将当地工厂扩产20% 新增约1200个工作机会 并计划建设一条货运铁路通往1000多公里外的海港 耶伦表示到了2050年 非洲人口将占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 受到人口增长促使市场扩大带来的吸引力 斯科公司 奇异公司 VISA等美国企业都计划在此进行大笔投资 耶伦表示我们正在解决特定市场中 关键商品生产过度集中的问题 尤其是那些可能与我们的经济价值观不符的市场 为此我们正和许多可信赖的国家 进行深度经济整合 包括非洲大陆上多个值得信赖的贸易伙伴 例如南非 感谢收看本时段新闻会讯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继续关注华语电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